Hello 大家好 我是Lara 职压诊所是由104提供的职场社群平台 你的职场大小事或者是转职疑难杂症 都可以在这个社群平台跟我们一起做交流 职压诊所的Podcast每一集也会邀请到特别来宾 针对我们的平台上面话题度最高的议题 我们来做深度的讨论 那我们的Podcast节目在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FirstTree和KKBOX都可以听得到 节目中我们也会有求职急诊室的单元 今天就是求职急诊室 我们要来针对各种求职情境当中急死人的问题 赶快来解救你的转职过程 这一集节目的求职急诊室会来探讨最近大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收到了面试通知 那要怎么样在面试这个实境的战场上发挥你自我行销力 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的来宾吧 首先我们来介绍我们第一位的特别来宾 烈财顾问Eason 哈喽大家好我叫Eason 好第二位来宾呢是前微软的行销主管Rita 嘿我是Rita大家好 第三位来宾是之前在IC设计大厂担任研发主管的Alan 哈喽我是Alan 第四位来宾呢是我们邀请到在网路页的网页设计师Lin 嗨大家好我是Lin 是的那我们今天一起要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呢来讨论一下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是怎么样在现场发挥我们的个人影响力 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我们的上一集的话呢 也欢迎回去听上一集啊 在上一集的节目中呢 我们也探讨了非常多在面试现场的实物经验跟轿战攻略哦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 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职场上的经验 maybe他现在就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或者是他今年刚毕业要踏入职场 Eason你觉得像Junior的求职者啊 你会怎么建议他们善用自己什么样的一些特征或者是优势 在面试的过程中尽量去凸显自己呢 OK那其实这个问题就有点呼应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重点啊 那还是一个逻辑嘛 今天你已经取得面试机会就代表对方HR已经知道你就是Junior 你是新鲜人你没有工作经验 那你应该去思考他为什么还是要找你 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通常企业都会希望这个人是可以 未来是有可塑性的 那我会建议最好都是在面试之前 你必须要最好都要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这还是呼应到刚刚两位主管所建议 你一定要做功课一定要做准备 最基本的我最常听到企业在在讲的就是说啊这个这个打电话去邀约这求职者来面试 可是连我们公司是干什么的他都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丢履历表呢 嗯汤嗯汤 对这个我觉得是最起码的一个标准 你必须要先能够符合 你不要去预设你找的答案对不对 我觉得正确与否并不是面谈当中的重点 尤其是针对Junior的人来说 对我觉得啊Junior的求职者 就是他们会怕自己的答案是错的 是 但事实上用人主管在面谈Junior或甚至是无经验可的那种直觉 就是他已经知道你是没有经验的 那他们到底看的是什么呢 看的是你面对可能面对一些问题的一些反应 你的思考逻辑是什么 或者是当你面对到错误的时候 你的当下的反应跟你的回馈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特质啦 新鲜人要比的绝对不是经历 是 因为他就是经历上面可能比较不足 所以才是新鲜人嘛 那新鲜人公司其实看的就是他的潜力 对 他的可塑性 所以像Lin这样子就是比较经验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丰富的 或者是今天是完全一张白纸的新鲜人啊 他们要怎么样在面试中脱颖而出呢 因为其实大家的 如果大家都是新鲜人的话 其实我们跟其他的同学或同一届的求职者相比的话 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是别人会的我也会啊 那我有什么样的技巧 或者是我应该要做些什么 去在面试中凸显我跟别人的不同 OK 那要凸显你跟别人的不同 基本上 我觉得 你的积极性跟给企业主感受到的 以可塑性 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特质 可塑性吗 可塑性要怎么评估啊 OK 那这个东西 可塑性很抽象啦 一个名词啦 一个形容词 那我想我就接续我刚刚所提到那一个 得伤的一个案例 当时进到 final interview 有两个很优秀的人才嘛 那为什么是令 就是说台大那个人很优秀 好那为什么他没有拿到最后的offer 我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是 他是单纯的看 呃单一工作的面向 好这个工作就是单纯要做工程师 然后看他的配大概有多少 成长空间有多少 嗯 那他评估工作的一个条件 这个没有对错 就是他单纯评估工作的一个指标嘛 是啊 那清大那一个人选他所考量的就比较 比较广一点了 就是说他虽然是工程背景出身 可是他也希望说 诶 我在公司这未来 呃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例如说未来我要当任一个管理者 甚至我可能要有一个派外的一个机会 嗯 我希望能够去争取到 更多啊 更责任更重的一个一个工作任务 那当你在面谈的过程当中 你去适当的去提出这样子一个问题跟规划的时候 自然而然会比较容易让企业主去了解到 你的企图心跟可作心在哪里 这就比较能够比较明确的去具体去讨论说 诶 我们公司目前的组织状况怎么样 好 这个就第一个 这个可以帮助这个 你的提问能够理解说 你在这家公司的发展机会如何 那第二个 对这个人选的一个好处是 你可以再借一次这个机会去了解 这家公司的现况如何 这也可以给你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回馈 跟一个评估的标准 我想问一下 令你自己啊 会在面谈中啊 怎么样去呈现自己的可塑性呢 因为像你也是 目前好像就换过两份工作嘛 那你会怎么样在面试的时候 去凸显自己年轻有潜力 而且是有可塑性的这件事 一开始大学毕业 其实大家应该都没有实际执行专案的例子嘛 那我可能就会观察一下 像现在社会上有什么社会议题 然后是跟设计相关的 那那些可能有的时候 因为毕竟 像大家都说公部门美学嘛 那可能真的有些 你觉得 我会觉得说 这其实应该是很好发挥的题材 但是却被公部门做的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完美 那像我自己可能就会觉得说 哦那这个议题 不错我有兴趣 那我会不会想要让它redesign 就我会自己redesign这个project 就有点像是我自己练习 但是我会把这个结构 也放到我的作品级面 或是直接在现场跟面试官分享 我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做 对对对 或是我怎么样执行这个案子 让他们知道说 即使我现在没有执行 真正执行过专案 但是我有自己独立完成这个专案的能力 Rita你觉得像Lin这样子的准备啊 你觉得如何 那非常刚好 就是上个礼拜呢我有去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做了一个分享 那分享的对象就是现在的大学生 那我的题目呢就是我请了大概超过50位以上的 会帮新鲜人看履历表的这些主管 我做了个题目给他们 我问他们说什么样的履历会让你想要邀请他来面试 有几个关键的因素 超过70%的前面两个因素 一个是叫做说他有没有实习的经验 实习对第二个就是他有没有专案或者是作品 OK那你刚刚提到说这题目是针对新鲜人嘛 尤其刚毕业 那你想想看你跟同学学的都一模一样 所以你能够突显自己的企图心跟热忱跟你的可塑性 就是从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比同学做不一样的东西来看 所以像你有没有去参与更多的实习 那这实习又跟你要求职的本业是相关的 或者是说你在学校的时候有参与了很多的这些专案的研究 或者是作品的表现 那现在学校也很推动USR嘛 那其实你在跟学校做USR的同时 或者说你有接了一些企业的一些专题的研究 就可以让这些履历表的一些面试官人 看到你跟别人不同的地方 那这也可以看到你将来你自己的一些企图心跟你的可塑性 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即便没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因为毕竟还是学生 但仍然可以透过像Rita讲的 怎么样去获得去做特殊的一些专案 或者是直接去找实习工作 累积自己在职场上的经验 这个都是可以很直接的在履历上面可以呈现出来 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对吗 对其实不管是在履历表或者是面试的时候啊 其实我相信坊间很多会告诉你很多撇步 比如说你template怎么写 然后你要来面试之前很多人会给你一些些 你应该怎么讲这些tips 但是差别在有没有内容可以讲 有没有内容可以写 所以像实习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你的作品集 其实就是你的内容 那个就是实力啊 这个是Junior 如果我们没有很多的工作经验也没有关系 即使你现在正在大学就读 你就还是个学生 但你一样可以透过不同的经历 多累积自己不一样的专案参与的经验 去凸显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 那个才有办法在你的个人资料上 或者是在你的面试的时候 你有东西是可以拿出来跟人家share 跟人家讨论跟分享的 好那Junior的部分是这样子 那换成是你们自己要面临转职的时候 你们会在面试的时候 怎么样包装自己呢 因为我相信Junior和Senior的面试的自我行销跟自我的魅力爆发数 肯定有不一样的重点 那这边想要先请Alan跟我们分享 以我来说我算是技术研发职的 那我会先去看就是我所要去面试的那一个职位 目前最大最popular的技术在追求的是什么 然后再从我之前到目前为止做过的专案 那这些专案的成果 那跟这个需要的技术最接近的 那看哪一个专案最好就把它写出来 举例比如说像到目前为止大家都AI都还是很夯嘛 那我在哪一些专案里面有用到了一些AI的技术 那如果这些是能在外面看得到的 就把这样的作品带来 然后直接秀给他们看说这里面有多AI这样 哦那你在面试现场的话 你会怎么样发挥你的个人魅力 好那我们说其实对面试官来说 他最难的是什么 要知道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啊 对啊 那我当然我会带去说这个都是我做的作品 那他怎么会相信我呢 这时候我们是可以聊聊说我的 这个是我自己的战功嘛 那我会再转过来 从他们部门现在要发展的 先去了解一下可能再看哪些东西 我会自己再准备一份 就是跟主管聊完 那我自己会准备一个说 好如果今天我是你 我现在在这个部门里面 要做的这些专案 我会怎么去做它 那这里面就会展现出 我怎么去看待一个专案要怎么展开我的逻辑性 还有在切割的时候 我是怎么用每一个技术去把它兜起来的 所以这个就能力上大家在过程就会去有聊到 而且透过这个过程 不只让主管了解我 而且让我了解这个主管跟他的团队的长相是什么 需要什么 他们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 所以你的策略就是 像你刚刚讲的 对啊 就是我即便有洋洋洒洒 非常显赫的资历 但是用人主管我要怎么取信于他呢 然后怎么样让他相信我 我真的不是随便讲讲的 你自己的策略就是 那不然我现场来示范一下好了 你现在公司遇到什么问题 你跟我说 我回去想一下 我告诉你其实这可以怎么解决 这中间就会有真功夫在 对不对 他这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像您刚刚讲的这样 就是让他来问 我来回答给他 一个是他不用问 我自己就好 我就是你了 然后我直接来告诉你 我看到的是什么 哦哇塞 你兼顾问服务耶 对对对 面试你好值得哦 直接这是顾问服务 带到现场来有没有 直接诊断 对 那在高阶里面 当你这样一来一往的互动之后 互相之间的了解 你会知道彼此是不是同调 再来未来的合作 还有对于彼此的 以后co-work的方式啊 他对我能力是不是能信任 就这样走完之后 他一定会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之后其他东西就可以再谈了嘛 但是如果连这基本印象都留不下来 那怎么进到高阶的位置 嗯那Rita呢 Rita假设今天换您想亮亮的资历 要转职的话 你会采取什么样的面试策略呢 好因为过去有一些猎头公司 可能也会来approach你 那我用四个C来讲说 我怎么样在 行销4C吗 还是你自己发明的面试4C 对对四个C 就是说你要去的之前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C就是 你会问说 他为什么要找你嘛 所以他的 你的会面临的challenge是什么 好这是第一个C 就是说你会面临的challenge是什么 因为一般公司会来找一个比较资深的人 多数都是希望他来解决问题的 对 或者是说来把一些事情做得更顺畅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C是challenge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问 因为问问题也展现出说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去问出这样的问题 你是用什么样的高度 或是什么样的广度 好去看这个问题 那这个也可以让approach你的人 不管来approach人是公司自己内部的HR的人呢 或者是猎人头公司 他大概去approach就可以知道你的金量在哪里 所以你要会问 第一个我要面临什么样的challenge 就是第一个C 第二个C是我要讲的是 那我的contribution是什么 contribution 对 第二个C 就是我的贡献是什么 因为已经有了问题 问题会给他一个solution 所以这个solution就是 我为什么可以面对这个问题 我的贡献是什么 那这个贡献就可以包含过去 我们的工作的经历啦 我们的资历啦 或是我们的看法 我们对市场的解析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剖析的能力 就可以用到很多的策略嘛 所以这是第二个C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contribution 那第三个C我要讲的是connection 因为其实一个资深的人 在对公司的很贵重的资产 不是他个人 因为像我自己做了三十多年了 那三十多年里来 我们认识的人脉 或者是我们认识的企业 不管是产官学等等 其实我相信这个新的公司 如果他觉得你这个connection 用在他们这个公司身上的话 他觉得这是很棒的add value 他不会只要到你一个人 他会要到你背后的一些资源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也是让你自己 可以来到这家公司以后 很快的可以展现自己的 performance的一个方法 那所以我觉得connection 是我要强调第三个C 所以如果在present我自己的话 我会告诉他 我有什么样的connection 这是第三个C 那第四个C我要讲的是 对cultural 就是对一个公司文化的认同感 有时候一个企业找一个资深的人来 最怕的是水土不服 对怎么办 因为你其实找了一个 这么资深的人来 他有很多的背景 这种骨抗到骨抗也是骨 就是说他可能也很怕 你以前在前一家公司的 有一些习惯你会不会不服啊 或者说来这家公司 你可能跟公司这样子 所以会不会不服 其实对公司来讲是一个损伤 因为他今天找了一个高阶的人来 他可能对全公司都要有个交代啊 我没事外面去找了一个 这么资深的人来 为什么不是拔着内部的人 为什么找这个人 那他这个人对公司 如果文化又不服的话 哇HR也是同标 再来一次 老板也会受伤 团队会觉得格格不入 所以你自己要对这个文化 是有产生高度的认同 那你这个高度认同之前 你去之前 你就要先了解 你自己是不是能够符合这个文化 所以我觉得臣服这个文化 也是蛮重要的 除非今天老板是来找一条碾鱼的 你知道吗 就是丢了一个碾鱼 那个店 要到那个水 到水里面去放电 让公司产生很大的变化的 他是来叫你革命的人 如果你不是的话 他会希望你这个人 是要来这个公司里面 融入这个文化的 对 他当然只是希望 说一个外来的人 可以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气象 但绝对不是来搞革命 是 所以我刚刚recaps这个C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就第一个 你会面临到什么样的challenge 你会用什么样的contribution 来应付他来对付他 第三个是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connection 除了你个人之外 你可以带给公司 就是对 是more than那个价值的 第四个就是我要讲的 就是说 你要对这文化是有认同的 我会用这四个方法 来包装我自己 你真的是行销主管 真的很清楚 真的 大家那个四个C 他讲完之后 都背起来了 对 所以 你也可以去应征了 真的 听众朋友 我们这一集 求职急诊室 就是让你听完 马上就可以上手的 如果在猎才的角度呢 你应该蛮常包装 就是senior的求职者嘛 对 对 那你觉得在 高阶 或者是 比较senior的求职者 在转职的时候啊 面试 有没有什么样的美感 ok 第一个回馈 就是延续 刚刚rita所分享的 那 他让我想起 让我马上直接联想 我们猎才最常 遇到的 这个高阶人才 最常问猎才顾问的 第一个问题是 你为什么要找我 嗯 对 因为你为什么要找我 这件事情 就可以开始延续 很多的问题 他其实也在了解说 他开始在模拟 所谓的情境问题 所以我刚刚所讲的 高阶的人才要 有一个好的 一个面谈的过程 好 你的情境知识 这个能力是重要的 那情境知识 就包含了 刚刚rita所分享的 任何的一切 我到底是 要去这家公司 去做改革吗 还是去解决 某一些的问题 他们到底 遇到了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 情境知识的 一个技能 那我觉得 这在高阶人才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 第二个重点 会比较像是 Alan刚刚所分享到的 我觉得 我会把它归纳 为叫做 身段 因为像过去 我们所碰到的 企业组 其实 他们在挑选 高阶人选的时候 都会注意这件事情 有些高阶人选 他会在 他在面试的时候 会 会比较习惯的去 一直去 强调他过去的 战功 那也 呼应到我们 稍早前有提到的 其实你的自信跟自大 真的只有一线资格而已 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时候 会不小心弄巧成说 因为可能 企业组会认为说 呃 你过去的 成功不代表 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 是啊 好 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是在 给所有高阶主管 在 在转职考量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重点 好 那你的身段的部分 可能还要考量到说 有些企业主要找来的人 是真的是帮忙 解决问题的人 而不是来做 纯管理的人 这也是我们在 实务当中 最常遇到的 一个考量 那就是企业主 他会希望我们在 帮忙在 评鉴跟筛选 这个高阶人选的时候 希望要能够 留意到这件事情 那所以其实像刚刚 Alan跟Rita 其实都把这件 这两个重点都 捕捉得非常清楚了 这样 嗯 好 那今天也真的是 从各位来宾身上呢 我们学到了非常多 非常实用的面试技巧 不管是从 就是行销的角度 或是研发 主管的角度 或是劣财顾问 Senior跟Junior的求职者 怎么样在面试的 这个实况现场 展现自己的 个人魅力 我们也分享了非常多 是你可以马上就学起来 搞不好你明天的面试 就派得上用场了 对那今天 非常的谢谢各位呢 来到我们节目中 畅聊 这有一种 欲罢不能的感觉 对如果听众朋友 你对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呢 对于面试 还有更多的疑问呢 你可以上 104的职业诊所 找到我们 而且在上面呢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发问哦 我们上面有非常多的 业界的资深的前辈 以及企业的HR 都很乐意 可以跟你做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其实我们在转职的时候啊 不管是到了面试这一关 甚至在履历的阶段 就要开始准备好 自己的个人行销术了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你自己的履历 这样子写 到底会不会脱颖而出的话 也可以上104的履历诊室 我们会有 Chair的HR跟Giver 是可以免费一对一 帮你做履历见诊的 顾问服务跟咨询服务的哦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呢 也请你一定要上 Apple Podcast 帮我们打新评分和留言 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就会来讨论到 电视之后 大家都会遇到的一个 两难的问题 这个也是在我们的 职业诊所 很多人想要知道的 就是如果你已经 接获到某一间公司的 录取通知了 而且你也已经答应 要去报到楼 可是呢 过不久 又有一个B公司 你觉得是更好的工作机会 然后又通知你了 这时候该怎么办 可以反悔吗 我们的下一集的 Podcast节目呢 就会来邀请来宾 我们针对这一个 大家都很常遇到的 面试两难题哦 在转职的时候 我该选A 还是该选B 我答应了 可不可以反悔 我们会做更深度的 交流跟讨论哦 如果你不想要错过 下一集的节目通知的话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今天再次 谢谢各位来宾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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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